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地方 以前我年轻时常来练功夫 哇 师傅 你真的很努力 我们练功夫呢 第一 当然有一个体能 第二 我有一个恒心 要一个自我挑战自己的心才能够进步 那其实武术是怎样发展出来的 其实武术发展是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 由盆古初开 有人类 就是要怎样保护自己 当时有狮子 有老虎 有猛兽 人类怎样保护自己呢 就是靠我们人类的智慧 譬如我们人类有手 我们可以扔石头 捉些树枝 捉枝去打这些动物 去保护自己 到了慢慢社会发达了 人们互相争夺资源 产生不同的国家 国家都会战争 为什麽呢 保护自己 争取资源来生活的 慢慢演变成冰法 冰阵 到了现代社会 我们的冷兵器 已经是没落了 现在全部是热火器 槍啊 炮啊 那武术就慢慢变成一种 给我们锻炼身体 和修心养性的一种运动 那即是说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武术 那西方和东方武术有什麽不同呢 那其实呢 你问得好啊 其实功夫呢 不仅指我们中国的 在我们 例如我们四大文明古国 亚洲有两个就是印度 和我们中国呢 印度本身都有他们的武术的 那只不过我们中国人 我们了解我们的文化 熟习我们的文化呢 我们就 我们认识的武术呢 是在我们中国里面 印度出来的中国武术 那我们的武术呢 和西方有什麽不同呢 西方呢 就比较呢 是没有一个文化的底蕴 因为我们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嘛 我们的文化底蕴 是高深很多 那我们个人的武术呢 一般都是很直接 击倒对方 那而我们中国武术呢 就不是希望是击倒对方的 我们中国武术呢 叫做子哥为武 什麽叫子哥为武呢 就是希望用我 以外国的武力去制止呢 发生不同的武力 就是说 我这麽好打 你都不够我打了 何必要打呢 那你终止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啊 或者两个人之间打斗 但是不是表示要打人啊 那便当我们 严格来说 我们中国功夫 和外国功夫 有一个比较笼统一点的解释 就是说 外国人呢 全部是靠力量 而中国人呢 就是靠一个技巧 如何借力打力啊 如何利用一些小技巧呢 去逃避对方 而呢 去针对对方呢 作出一些适当的打击 那便不会说 你一锤我一锤 就不是一只 是怎样利用武术的技术呢 我们可以分为呢 他们是一个搏击 嗯 我们中国功夫 所以推行呢 是一个忌击 用技术去击到对方 我们叫忌击 那这个呢 就是东方武术 和西方武术的一个 比较容易理解的分别了 听完师傅这么说 那中国功夫 是不是有独特的文化 和内涵的 这个当然是啦 我刚才说的 我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我们中国文化呢 是要有些弱制的 譬如为什麽呢 你功夫那麽呢 原来你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呢 是一个社会的坏事 我们要求我们学功夫的人呢 除了学功夫之外呢 还要学得德行 譬如我们的礼仪廉子啊 仁义道德啊 对长辈要尊敬啊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 专知重道啦 怎样落于助人啦 以前的合客说拔刀相助啦 现在不需要拔刀相助啦 我们怎样学功夫 去做一个帮助社会 帮助人 关心人 那这个呢 如果你功夫好 你的道德好呢 才是真正正功夫 如果你功夫好 而你道德不好呢 其实这个呢 是谈不上一个呢 真正正正正是练功夫的人的 一个道德品格要求的 OK 其实我们中国功夫呢 除了我们有一个德行之外呢 我们每一个练功夫人呢 都要有一个使命感的 什麽叫使命感呢 我们要伸火相传 将我们的中华武术呢 是慢慢 一代一代流传下去 我们不单止要流传 我们还需要呢 是发扬 将我们的旧思想 怎样配合时代的需要呢 改为一种呢 更加暂身 更加是有内涵的中国功夫呢 这个才是我们是一个 练武人的应该的责任来的 是有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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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们的责任 也订了 但是她的老人 会让她出售 她还尽到 但是她对她来 她准备了 感谢观看